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法国华人律师协会会长林亚松林律师 给我们就后疫情时代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 给大家解答一下关于法律上的一些问题 包括我自己作为一个企业人 我也是有一些问题的 我们生活在法国后疫情时代对我们影响也蛮大的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们之前也收集了一下 比如说剧热问题像我的一些朋友什么的 在疫情期间帮我们同事回到了中国 然后就是来不了他有一段时间分禁 然后现在他们很想知道他怎么能够回到法国来 他们的滞留有些在当中比如5月份6月份就到期了 下来是怎么一个情况 大家好 刚才主持人问到了几个问题 然后要分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已经在法国获得拘留的人 有的情况是在中国获得了Visa 刚获得就有疫情了 反而就过不来了 这种短期拘留是需要经过使馆确认的 你要写邮件给使馆 因为他是拿的是短期Visa 如果你拿的是长期的Visa 你是来法国是长期的Visa 人件类型进行年期六个月 一个是Visa D类型的 Visa D我们叫签证 你的签证获得的时候有C类型 D类型 你要仔细看他的字母是C还是D 如果是D 即使是三个月的 他也是长期拘留 如果是C即使是五年的 他也是短期拘留 这叫故事入 一个是long事入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呢 他涵盖了不光是这个Visa 长期拘留的内容 他也包括合法的 在法国合法获得的拘留 包括VPF Sanakia 什么Shakshare 你各种各样的拘留 只要在法国合法获得了 他就自动延期六个月 即使过期了 这段五月五月五月六月十几 他来这个过期了 过期的这个证件去坐飞机 他过海关 就没有问题 就是中国的海关也是知道的 中国海关应该知道的 他应该有联网的 第三种是那种 叫Odoxation Provisual的系统 我们叫IPS 就是现在的叫找工作拘留 很多学生呢 就是会面临这个问题 拿了这个拘留找工作 没找到 他也是自动延长六个月的 在这个六个月期间 你是可以找的 就是说是在他原来的 比如说他是五月份到期 就在延长 延长六个月 那他如果本来是十一月份到期 十一月份到期就 所以他当中也少了 少了一段时间找工作 我指的是IPS 是指在五月十五号 到六月十千号 过期的这段的拘留 如果你说他的过期日是十一月份的 他我觉得不应该再延长六个月了 那他如果正好 比如说现在七月份不分 他正好七月份 那他不是很尴尬 他等于本来 比如说 本来比如说 他应该是三四五六 他都能找工作的 然后那 这个目前法律没有说 就是说因为疫情 你找不到工作 我再给你延长 其实是那个五月份到六月份期间 要过期的自动延长六月 反而是比较 正好七八月份过期就比较惨 对 然后还有的 我说的一个是Visa Date类型的 一个是合法拘留 一个是IPS 就是这种找工作拘留 最后一种是那种 黑CBC 黑CBC也是自动延长六月的 所以就是这个呢 你你只要到期了 你不用害怕 他都会通知你的 黑CBC也是不用去 你就直接就是拿着那张纸 虽然日期过了 你到了那个飞机 到了法国出示这张纸 他也让你进来 但是有个悖论 其实那个VisaDate类型的两种 当你获得长期签证的时候 有两种情况 一种呢 是让你在法国到外国人民局来续 这种呢 属于真正的长期拘留 其实VisaDate有一种 是让给你三个月 说你在三个月之内 必须来法国给我换拘留 这种呢 实际上是短期拘留的 但实际在操作当中呢 检察局都把VisaDate类型 统一认定为长期拘留 就是他就不管了 反正我就认为这个是长期拘留 都自动延期 我们就具体操作当中 我们有一个国企领导 就碰到这个问题 他正好拖到6月12号才来 他6月15号到7 他就 结果我们给他换拘留的时候 真正约约会的时候 已经过期了 但是 检察局里面也没说什么 92什么给他换了 是这样的 所以说当大家碰到这种问题 但是你如果拿到的是 短期旅游签证 这时候那个签证已经过期了 你要问大使馆 使馆会通过邮件的方式 告诉你 说这个应该怎么办 这个问大使馆是问 法国使馆 法国是中国使馆 那法国是中国使馆 因为前阵子也听说 就是这个 他的整个工作效率 现在不是也 也不是特别高吗 总体来说 中国和欧盟的关系 是比较好的 但是呢 因为中国 我们国内这个疫情的关系 我们对这个欧盟的 这个成员国的这个 乔民有一些 限制措施 他们一直要求进行对等 对待 我觉得欧盟 他一直是相对比较温和的 他一直是采取一个 你对我尊重我 我就尊重你的 一个态度 现在已经慢慢了 你看中国已经打开了 欧洲30国的 到中国去的限制 现在航班也恢复了 所以现在看来 就是这个拘留问题 就是如果你现在人在国内 你手里无论是有一张过期的visa 还是有一张过期的长驱 你都没有担心 长驱 对 合法或者长驱 是没问题 Visa要看你的种类 你是短期的C类的 你就要去问一问 然后如果是在这儿滞留的 你这个学生 你其实正好 你要是在内 你问你三四五 正好是到期 你反而划算 你工作可以 如果正好在这个时间 你就运气不好 就没有办法 对 那还有一些人 比如说是倒过来 他比如之前来探亲啊什么的 他在法国滞留住了 他现在没能回去 对吧 那他是算是什么情况 这种也是法国 也是有规定的 法国政府考虑到这些情况 因为你大部分人来这边 是获得短期拘留以后 要探亲嘛 又回国 因为疫情回不去了 这时候呢 他要求各个省政府 根据情况 根据你居住地的 那个当地的警察局 就是有权的警察局 去联系 让他来给你那个 就是实际操作当中 有这种方式 一种是你要去警察局 警察局告诉你 你被延期了 原则上这种权利 续签论的权利 只有是使管的 因为特殊情况嘛 你不能坐着飞机 又回车过去 那不可能的 对吧 因为你回不去 所以具体操作当中 每一个警察局 办法不一样 有的是通邮件 告诉你说 你不要来了 你不要有文件寄给我 我给你延期了 你什么时候可以走 有的是你 你也不用来 我也不回你 就是业务职容的 不配合的 也有的是你本人去 他给你延的 但是无论如何 当你这种拘留 回海关的时候 海关不会跟你说 置妻 跟你该有章 置妻留在法国 我不会的 就是回国没有这个问题 回国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就很多人会担心 比如你出来旅游的 本来应该 多少时间就要回去 结果你待了很长时间 现在情况很特别 所以他不会这么 就吊弹你的 他回国就去海关 也没有什么注意事件 反正我当时三月去 因为这情况 我七月才回来 也就七月才回来 OK 那这个我相信 今天应该 这个也就打了很多人 包括我这边 也是有这种 很多的故事 然后第二个就是 大家可能关心比较多 就是房子 包括无论是我们商业 这样租赁的 还是民间的租赁 到底今天之前 政府经常说 说什么房租可以减免 或者是房租可以一段时间之内 先拖欠一下 所以大家对这个 还是挺模糊的 感觉到底 这种是一种消息上的不对称 导致的这种错觉 因为这是这种法国 从疫情开始 政府就是鼓励 大型的封械 大型的地产商 给予自己的租客 减免房租 他鼓励你 比如说政府 政府坐户台的那些封械 那些地产商 都是给你免三个月到六个月 比如说欧尚作为封械 作为地产商的那些租客 他都给你免三个月 这是会做人的 不要付了 对这是免付的 但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自愿的行为 这是一个单方的行为 法律并没有说 你有权利不交房租 这个事情 一定要不要把自己的 自己交房租的义务 当成一个权利 说我不交了 我有这个权利 其实是错误的 政府从来没有说过 在没有任何的时候 因为政府不能在提法律 司法和行政是分开的 政府只能鼓励 有能力 有经济实力的企业 做出一点姿态 所以你会发现在 实际上操作当中 就是各种五花八门 有的人说 这个房租 我个减了六个月 有的人是三个月 政府的那个 有的人是一个半月 有的是一个月 有的是一点不减 所以就搞不清楚 但是实际上 就是当然一种错觉 我经常告诉大家 我说你可以和房东商量 但是特别是个人做房东的 就是说你跟他商量 是很难的 他几乎不会搭理你的 但是有一点 你有一个权利 法国法律是说 就是目前是到 8月15号 在国家卫生紧急状态 结束之后 包括之后的一个月 我推断是9月15号 凡事营业额 是小于100万欧元 就是盈利 没有超过6万的 这种企业 他呢 房东不能因为 你不交房租 去起诉你解除合同 但是这是一个 权利的一个推迟 并不是他没有 他仍然有权利 去给你发 高梦梦梦杯 也说 我现在要求你付房租 你不付我就解除合同 这种威胁 他是有权利发的 他只是不能把这个权利 速度到法院 法院不会理他的 法院会把他诉权拖到 9月15号以后 再行使 这指的是那个 你的就是这个权利 怎么行使 有些人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 跟房东打心理战 我就不交房租 我拖你 他也没办法 但是要注意 一旦要是因为不交房租 被房东起诉到法院了 你就很被动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紧急诉讼的法庭 他虽然同行你 他知道你的情况 那个他只能做出权利 只能做出一个判决说 这个房租该交还是不该交 紧急诉讼法院的法官 没有权利说这个交不交合不合理 不是他的权利 他的权利是说